還是沒有人要出來 於是他就馬上推開門一看 就看到裡面有一具軀體懸掛在裡面 OMG 有一個男人在裡面輕生了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有故事的地方就有人偷聽 Hi 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歡迎收看 偷聽Story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 沒錯 而且今天要講的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來過台北的話 多多少少一定都會經過 台北的都市傳說 對 這個地方就是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算是台北的交通樞紐 它綜合了所有你想得到的 各種大眾交通運輸的工具 像是什麼台鐵、高鐵、捷運、客運等等 集結 對 所以算是非常重心的地方 想當年我第一次來到台北的時候 我常常在這邊迷路 我也是 真的 它就像一個迷宮一樣 但是在這樣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裡面 居然也曾經傳出過幾個 詭異的都市傳說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一起看看 台北車站有哪些都市傳說 好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TALKING STORY 台北車站之所以會那麼複雜呢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它在地下有非常多的地下街 像是有Y開頭的台北地下街 還有R開頭的中山地下街 其中台北地下街一直延伸到北門 總共有28個出口 嗯 但傳說 有人居然發現了第29個出口 哦 傳說發現這個Y29的是一名學生 他說他當天剛補完席 就經過這個地下街準備回家 但是他這時候卻發現了一個 門扮演的一個出口 而且裡面是燈亮著的 他就想說會不會是一個新的捷徑 他就想要走走看 但這個捷徑很奇怪 它不是往上的哦 一般我們出口是往上的嘛 但它是只有一個樓梯 而且是往下的 哦 他就這樣一路順著那個樓梯往下走 但是他走了快10分鐘 都沒有到盡頭的意思 嗯 這時候他突然聽到在那個樓梯底下 隱隱的傳來一個悲鳴的聲音 而且還有那種人在走動的腳步聲 還有鐵鍊拖拉的聲音 他就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就想要趕快回頭 當他出去的時候 他看見的不是我們一般熟知的台北的街景 而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兩邊都是熱鬧的攤位 但奇怪的是街上一個人都沒有 他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太奇怪了 但他為了找到出口 只好在裡面一直轉一直繞 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出去 他就這樣 在路的另外一端 終於看到了一個很像台北車站建築出口的東西 他搭乘電梯一路向下 才找到了原本的地下界 才終於離開了他所謂的那個Y29的出口 這件事情傳出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走到什麼地方 所以才會有了Y29 通往異世界出口的這樣的傳說 據說大概在十幾年前 有一名清潔人員他是專門打掃南側的 但就在他清掃到第三間隔間的時候 他就發現裡面有人 他就先敲了敲門 咕咕咕咕 然後裡面的人也很有禮貌 也回應了他 咕咕咕咕 那時候已經下班時間了嗎 那時候還沒 就是一般打掃的時間 他就想說好吧 那應該裡面是有人 所以就繼續先打掃其他的隔間 大概在過了幾十分鐘之後 他已經全部打掃完了 就只剩下那間 但裡面的人就是遲遲都不出來 他覺得很奇怪 所以再次敲了敲廁所的門 咕咕咕 但是這次裡面的人沒有回應 他就出聲詢問裡面的人 就說先生有人在裡面嗎 我要打掃啦 但是裡面還是沒有人回應 就在他打算要離開的時候 突然那間廁所就開了一個小縫 他就想說裡面的人終於要出來了 但是還是沒有人要出來 於是他就馬上推開門一看 就看到裡面有一具軀體 懸掛在裡面 OMG 有一個男人在裡面輕生了 他當場嚇到馬上報警 後來警方也有妥善處理這些事情的後續 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就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某一天 有另外一名清潔的人員 打掃了這間廁所 而一樣就在他打掃到第三間隔間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進去就感覺到好像一直撞到東西 就是有一個莫名的感覺 他甚至還撞到就跌了一跤 他雖然覺得很奇怪 但因為就是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所以他還是繼續的他的打掃工作 他整個清掃的過程都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覺得很不自在 就在他打掃完順手帶上門的時候 他就看到隱隱約約在隔間的那個門縫 有一個影子在晃蕩著 就好像裡面有一個人在裡面掛著 就是那個親身的人 對 所以大家以後去到北車上南側的時候 如果你感覺這個隔間 怪怪的好像有撞到什麼東西 那你要小心可能就是那一間隔間 今天我們看到的台北車站是1989年 鐵路地下化改建之後的第四代設計 那曾經在1991到2016年的期間 台北車站的建築物上方 曾經掛著藍底白字的燈光招牌 上面寫著台北車站 台北 Railway Station 當時就在台鐵的員工之間 流傳了一個都市傳說 據說 只要那一個燈光招牌的其中一個字 不亮的話 隔天台鐵就會發生事故 哦 像是說 他火車開到一半 機械會突然故障 嗯 或者是火車霧點 嚴重的話 可能還會發生有人落軌的意外 Oh my god 所以據說 當時的台鐵員工 每天下班之前 都還會回頭看一下 那個台北車站的招牌 有沒有亮著 對 他也沒有亮著 如果有亮著的話就會安心很多 但是 如果有一個字沒有亮的話 他們就會趕快打電話 給新政單位通報 哦 通報是叫人來修 還是跟他們說明天會出事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 可能台鐵員工之間的默契 所以他們如果知道這個續集的話 隔天應該螺絲就會比較緊 所以變成說只要一滅跳就一定會出事 不管他有沒有修好 對 變成說是一個預言的概念 哦 對 所以當時的台鐵員工也會依據這個 招牌有沒有亮 去判斷說隔天到底會不會出事 嗯 後來到了2016年的3月 台北市政府當時為了推動城市美學 就把這一塊台北車站的燈光招牌給拆掉 從那之後 預言台鐵事故的這個傳說 才漸漸的停止 你有看過在M1地下街那個鳥頭人嗎 有很久以前有看過 對我也是 他是在2010年到2021年的時候 有在台北地下街展出的一個雕像 嗯 這位雕像呢有點詭異 他是一個全身白皙的少女的身體 但他的頭上戴著一個非常巨大 詭異的鳥頭的頭套 蛤他是少女的身體 我一直以為是小男孩 對他其實是少女 嗯 然後他的手上右手拿著一支鉛筆 嗯 詭異的是他的頭套下方好像滲出了淚水 一直這樣覆蓋他的全身 嗯 就感覺他是悲傷的 雖然這個雕像看起來有一點詭異 但他曾經是台北人 甚至很多日本遊客 心目中台北的地標 嗯 這座詭異的雕像呢 就位在台北車站連接中山地下街的M1出口旁邊 有人稱他為北車雞人 或者是鳥人 但最多人稱他的就是鳥頭人 傳說只要到了夜晚 這一座鳥頭人的雕像 就會在地下街裡面遊蕩 只要他發現落單的人 他就會拿起手中的鉛筆 把對方給殺害 並且置換他的身體 嗯 所以就會開始有人說 之所以會有那麼多遊民離奇的失蹤 就是因為這樣 地下街像是迷宮一樣 很常龜大牆 也是因為鳥頭人的詛咒 嗯 這個都市傳說 其實是源自於2016年9月 在KOMICA論壇上面的一則貼文 這個KOMICA論壇呢 就很像日本的那個2channel論壇 嗯 是完全匿名的 所以網友們可以自由在上面對話發文 當時有一位發文者 他在凌晨1點41分的時候 PO出了他在台北地下街的照片 並且表示說 喔自己被關起來了出不去 他要怎麼辦 很多網友就覺得 欸你怎麼被關在裡面啊 不然你就在裡面睡一晚啊 喔因為鐵門都已經關起來了 對但也有人覺得很奇怪說 欸不是地下街到12點都會清場嗎 你怎麼可以還在裡面 喔 對但同時也有很多熱心的人跟他說 啊你如果不小心被關起來 那你就趕快打電話報警 或者是你趕快揮揮那個監視器揮手 讓那個保全看得到去幫助你 最後這個發文者就決定說 好他要自己找到出去的路 但就在他探索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發現說所有的出口的鐵捲門 都被拉下來了 而且電梯也因為斷電的關係 所以也都沒有辦法搭乘 他每次只要碰到這些阻礙 他就會即時的拍照片 然後PO給網友們看 就這樣到了接近凌晨2點的時候 他就PO了一張他在中山地下街的照片 並且說中山地下街的燈好像都關了 但是好像還可以繼續往前走 我該不該往前進 但就在過了幾分鐘之後 他又發了一條不明所以的文 就寫著島 島是哪個島啊 小島的島然後點點點 然後六五五什麼八七六 就是感覺就是一堆亂 當時網友們都覺得很奇怪 他幹嘛亂打這些字 但很多網友也同時紛紛的想到 在中山地下街那邊 不是有一個鳥頭人的雕像嗎 所以很多網友又在那邊開玩笑 就說你要小心喔鳥頭人會來抓你 但很奇怪的是 不管網友們怎麼樣留言 那個發文者都完全沒有回覆 那條像是亂馬的發文 就變成那個PO文者的最後一條發文 有人就開始猜 他是不是真的被鳥頭人吃掉了 也有人猜測說 會不會他其實就是這個地下街的保全 所以他才有辦法這樣子邊巡視邊拍照 然後一切都是他的自導自演 但真正的真相沒有人知道 但自從這件事情之後 在網上掀起了非常大的討論 甚至還衍生出非常多的創作文 也開始有很多人聲稱 他有看過在那個鳥頭人的雕像旁邊 有一個解說牌 上面寫著這座鳥頭人雕像真正的意義 他表示說這座雕像描述了過去的雏跡 他們手上拿著鉛筆 代表著他們想要上學的慾望 而頭套裡面滲出的就是孩子們的眼淚 是因為作者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雏跡的出現 才會有這樣子的創作 各式各樣關於鳥頭人的傳聞 就這樣子不停的被傳開 但有人就真正訪問到了這個作者的本人 這個鳥頭人的作品呢 其實有一個正式的名稱 叫做《夢遊 Day Dream》 是藝術家何彩柔跟郭文泰 在2010年的共同創作 作者曾經在2017年的時候 接受記者的採訪表示 當時他們在創作這一座雕像的時候 其實背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更多的是觀賞的衝突 也希望說每一個來觀賞這個作品的人 都可以有自己的詮釋 那大家的詮釋也都太可怕了吧 對啊 我也覺得很恐怖 而且很奇怪的是 很多人都聲稱他看過這樣子的告示牌 就在那個鳥頭人的旁邊 所以表示說他們不知道 到底是怎麼看到那一個 有關於初季的那樣子形容的告示牌 後來一直到2021年的7月 這個鳥頭人的雕像就正式的被拆除了 而大家對於鳥頭人的各種的創作啊 各種的推想 也慢慢的被淡忘掉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講到的各種 關於台北車站的都市傳說 哇 我覺得台北車站真的很大 然後很容易迷路 而且我覺得裡面的路真的太複雜了 尤其是佛外國人來說 真的是超級無敵大型迷宮 對 真的不常來的話真的會迷路 我當初剛來的時候我也有看到那個鳥頭人 但是我不記得有看到它的那個 告示牌 我知道它叫Daydream 好像有一點印象 就叫做夢遊Daydream這個名字 對 但是其他的部分我真的還沒有聽過 對啊 就不知道這種都市傳說的成分 是大家自己想像的啊 創作 還是說他們真的在不同的時空 看到了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反而相信說那個異界之門 搞不好真的存在 因為它真的太像迷宮了 真的 你不知道會走到哪裡去欸 真的 而且剛剛不是說地下街之所以那麼亂 那麼像迷宮是因為鳥頭人的詛咒嗎 我覺得其實不用詛咒 大家就會自動迷路 就會自動歸大牆 然後還有一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說廁所那個 如果是在平時上廁所的時間 然後他一直在敲裡面的人 叫他出來說他要打掃 如果我是裡面的人 我一定覺得超压力 對啊 就覺得說啊 我現在就還在上馬 對 不過我在猜說 會不會是因為他等太久了 就是打掃的時候 外面不是會放一個牌子 寫說要打掃中嗎 對 可能他等太久吧還是怎麼樣 不然我覺得一個清潔人員 然後去狂敲裡面的人家出來 我要打掃這件事情 好像有點不合理 對啊 這樣子阿姨太急了 對 好了 還是有點恐怖的吧 對啊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你覺得最可怕的是哪一個都市傳說 那如果你有聽過別的傳說 我們沒有講到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一樣喜歡都市傳說 倫藝故事或者是世界怪奇藝文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到我們的最新發片通知 沒錯 那如果你有很棒的鬼故事的話 我們也會在鬼故事單元中分享出來 我們的投稿連結就在資訊欄的底下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來 偷聽story 拜拜 本集特別感謝贊助我們 史多利發盧方案的頻道會員 分別是KPJ 還有張哲鴻 謝謝你們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